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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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又不是的 第一集《原諒他77次》是一對情侶 他們忘記了大家當初的愛 忘記了那個愛在哪裡 第二集《感動他77次》 就是講一講關於怎樣去尋找回外的故事 在戲裡面拍攝會不會做很多東西去感動你 是因為第一集做錯了太多東西了 所以第二集就可以有一個機會讓我上授 其實就算在戲裡面的角色 就算成不成功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彌補之前做錯過的東西 而令到他好過一點 我還沒看電影 但開始感覺到 我好像積記了一些時間的時間表 那時候感覺上好像很久 但其實好像是兩年多 可能這兩年發生太多事了 自己的身分又改變了 錄影又多了成 所以現在我也想快點看電影 拿回以前的感覺 對 紅姐是一個哭氣非常之厲害的演員 我每次一見到他的眼睛開始紅 眼睛開始有淚光 然後我的眼淚都跟著流露 很有感染力 對 有一點啊 有這麼想念的 太多 debut吧 他覺得我們是一個不同的 有的 我真的有所想念的 他的 是 是